Welcome to Forever Summer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真的好久沒有坐在這邊拍影片 所以勒 我2020年其中一件 期許自己在2020年 可以好好掌握自己的時間 然後不要懶惰 不要有拖延的問題出現 這一個畫的前提裡面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對我自己做下來的commitment 這個commitment有一點點貴 我買了這個 我是改成用Final Cut Pro之後發現我的 2012年的Air真的不太夠用 它真的好慢好慢 就上網發現大家想 如果你要剪片的話勒就是要用這個 叫做MacBook Pro MacBook Pro 來剪輯 我買了它之後勒 曲折離奇的問題 我想我在之後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題 就是一個購物分享 那這一次購物的地點是台灣 現在相機正在晃 因為我家Genki在搖腳架 Genki已經變得這麼大一隻了 大家有沒有想念它啊 它現在已經是一個3公斤 非常強壯 然後剛剛D-sex 我不知道你們的吉娃娃有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它的後腳啊 有多長出兩根 像狗狗這邊會有一隻 多的指甲 它的後腳也有一樣的狀況 那它去D-sex的時候 醫生說順便把那兩個拔掉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小手術 真是太久沒有拍很多話想要說 好 今天台灣的購物 有這麼多東西 就這麼多 我拿到什麼 跟你們講什麼好了 喔對 我身上這件衣服啊 是在台灣的ZARA買的 它就是一個很舊很舊很大的T-shirt 我很少買這種卡通圖案 就這麼大的圖案的東西 那我只是覺得它這個配色很可愛 就是如果我瘦下來 這麼寬的T-shirt 穿那種Skinny Jeans 有點破破的 應該會很好看 好首先 比較大的先講 我買了這個 這是無印良品的化妝棉 那我是很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它一包很多 而且它化妝棉的大小啊 然後可以撕成一半 用起來的量剛剛好 在澳洲這邊化妝棉 一條都要1到3塊澳幣 化妝棉喔 1到3塊澳幣 那現在我是可以在大創買 大創也便宜一點點 綿質好一點點 但是價錢也沒有便宜到哪裡去 大還有那1 2化妝棉啦 我這次也有帶 可是這支影片東西好多喔 所以那個就先不說了 好接下來 我這次有去做了 在台灣有做了一個皮秒雷射 今年初1月的時候打過一個 飛縮雷射 當時其實本來也是要去打皮秒 但是聽了醫生講完之後 我就打了飛縮 非常的痛 就是痛到一個不行 我把影片連結貼在 不知道是這邊還是這邊 有點忘了 然後這一次回台灣 我就打了皮秒 皮秒真的是好非常多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重點是痛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飛縮那條路 我覺得我放生他了 以後可能就只能打皮秒 打不了飛縮了 因為我有打皮秒 所以我又去買了一些醫美產品 那我這次買到的是這個 尼盡絲 尼盡絲 我屈成是那種 穿醫生樣子的 藥劑絲 他就跟我說 台灣的醫美有三個品牌 一個是Doctor Wu 一個是尼盡絲 然後另外一個 不知道是Doctor什麼東西的 反正也是在台灣 好像有開診所的兩個 男醫生的品牌 然後這一個咧 我是想說它是 玻尿酸再加維他命B5 只是說我這一次打皮秒 沒有對皮膚造成像上次飛縮這麼大的傷害嗎 比較沒有感受到很乾的這一件事情 也沒有癢癢啊 沒有你知道巴會掉的那種感覺 所以用起來不普 只是說我有買了這個來試試看 然後我這次還買了這一個東西 叫做深田藥妝 這一次我在屈成師看到面膜的時候啊 它有一面就是像面膜架吧 它是一片一片的耶 我覺得這超方便 就變成說我不用一次買一盒 我可以買一片先試試看 但如果你住在台灣的話 才可以享用這個服務 像我們住在國外 你買一片你喜歡 你又買不到了 屈成師真的是厲害 但是你們要注意喔 雖然這種東西啊 看起來還要是藥妝的感覺 然後你知道就是又說它是玻尿酸啊等等 可是你做完雷射是不要用這種東西的 你要用那種成分越簡單 越少 的那種比較適合 這個就是有點太過了 接下來又是一個面膜 這次啊我有買這些 嗯 叫什麼牌子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一下 這個牌子啊 我看到台灣非常非常多 YouTuber很多人講 所以我就去買了 啊加丹尼爾 OKOK加丹尼爾 我就買了加丹尼爾 這一個面膜 叫做 積雪草修復面膜 我就用了一片 就是目前還是OK 想要繼續試試看 然後這個是加丹尼爾 裸妝青粉底 自藍色 我忘記我是看誰推薦了 台灣有一個姐妹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OFRA嗎 就是強力大推加丹尼爾 然後我就是被推坑了 我皮膚狀況用這些青粉底 其實不夠力 然後也不習慣自己 裝這麼淡 所以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 等到我皮膚好一點的話 再來評價 他目前用了兩次 我覺得 質感稀稀的 然後很好推 可是它的遮瑕效果 就比較不好 不是怪它 是怪我自己皮膚沒有到 你知道可以好好的使用它 好接下來 我還買了一個 心葉球 但是我不知道我放到哪裡去 有心葉球的東西 另外一個是 書名角殺潤澤精粹 就是你去加丹尼爾的網站 它可能是No.1吧 我已經用了 它的瓶子啊 就好輕喔 非常適合帶出 它心葉球也是很小一罐的 看起來是沒有很高級啦 但是裡面的東西好比較重要 那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啊 真的蠻好吸收的 我可以在妝前用它 也不會跟我的妝打架 另外一個 脂脆角蛋白條理洗髮露 這個東西算他們家的比較新的產品 有鼠尾草啊 油加利啊 薄荷啊 薄荷啊 金油等等 所以現在澳洲正值超級無敵 夏天 沒有冷氣 根本沒有辦法活 的日子裡 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可以用它 延續剛剛講的一面的東西 就是我去打皮鳥嘛 我還買了這個也是 尼靜師的叫做 玻尿酸保濕原液高效保濕 我跟你們說我當時看到它覺得 這個東西也太棒了吧 很簡單而且它又不貴 如果你在屈城市買 它是有什麼屈城市獨家 比昌室沒買還要便宜 聽說保濕原液本來就非常便宜 再來 這東西啊 起屑到一個不行 我有去官網查了一下 人家說會起屑要怎麼處理 他們說你就最多點兩滴 所以它絕對不可以在妝前使用 連晚上用我都覺得它起屑起的真的是 整個要啼笑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玻尿酸原液的這種東西都會是這樣 它是一個卡榫 然後你可以轉掉就不會跑出來 然後它又是塑膠的 我用了一個禮拜吧 就是皮秒的修復期 應該說保養期比較短 所以我一個禮拜都還是有努力的用它 但是後來我就放棄了 還有剩一半吧 如果你很怕急屑 或是你想要買一個東西 早上跟晚上都可以用的話 這個東西啊 直接跳過好嗎 好接下來 又是迷境師 因為這一次就想說就順便買一買 只是這個東西啊 我就沒有用到了 因為我就發現 這個皮秒對我皮膚乾燥的效果 其實沒有很誇張 就是不需要每個都用 所以我就這一個潤摺霜 我就沒有打開來用了 我藥妝店的東西應該都結束 我現在想要跟你們說 我買了一個牌子 叫做Polast Choice 寶拉征選 我買了寶拉征選 非常有名的這兩條身體的乳液 這兩個瓶啊 一個是果酸 一個是水洋酸 水洋酸的味道比較好聞 果酸的味道不好聞 它這兩罐啊 前面都有標明了三個功效 這三個功效裡面有兩個 都是一模一樣的功效 那我目前咧 就是把這個果酸的拿來擦 就是膝蓋還有手肘這個部分 然後這2%的水洋酸 就來擦胸部這邊會長痘痘 這個10%我覺得效果 還沒有很明顯 我擦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吧 然後這個2%水洋酸 身體乳 我覺得擦兩次效果 就非常非常明顯了 我之前聽說他們就是很會治療 腳痘症嗎 什麼 就是會長在這種 手臂後方 一粒一粒有點像粉刺那種東西 我是沒有那個問題啦 所以聽說保拉真選就是 很可以解決那些問題 你有這些問題的話 可以就是買買看 我平常沒有在擦身體乳的習慣 所以這兩個東西就是重點不會使用它 然後它有送了我一個修護保濕面膜 我還沒有使用 接下來又是保拉真選的東西 我這次就是買了一點點 一點點多 好這兩個保拉真選 一個是2%水洋酸精華液 一個是omega plus的深層修復精華乳 這兩個東西我買它其實也是在 應該是美國的youtube 它應該是香港人 但是英文講的好好喔 它說它對它自己的保養品非常的重視 非常的針對成分 我絕對不會講這種話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容易被廣告 廣告 很容易被廣告吸引的人 我當然還是在乎的 可是我真的沒有說 你知道足智的去把這些成分找出來 對你自己皮膚有什麼感受 我是覺得你平常每天都可以做的話 還是以這種化學就是擦的 會可能長遠的比較有效吧 所以我就買來試試看 結果呢你知道我用這兩個大脫皮 所以我現在還在想辦法要怎麼樣使用它們 就是融入我平常的其他的保養品 其實我都各買了兩罐 因為我希望看到它的效果 那之後如果我發現 它們怎麼樣使用對我皮膚的效果 再跟你們做分享 好接下來我跟你們說 原生露它本來就是一個玻璃瓶的嘛 所以我在機場看到有這種壓頭的 我真的是立刻就買了兩罐 一罐給我媽一罐給我 原生露用完之後 我的臉真的是亮很多 原生露跟青春露對我來說 它們的功效有點類似 就是在同一個步驟裡面 所以我如果用青春露 我就不會用原生露 我在機場遇到那個銷售的櫃姐 她跟我說青春露比較適合晚上使用 原生露可以早上使用 之前對她唯一一個比較不喜歡 就是玻璃瓶好重喔 而且每天都好怕 她不小心就有弄過 因為我的那個青春露 我都是用300ml 聽說300ml以後不會再出來 我還吞了一罐 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樣 非常喜歡青春露300ml那種塑膠品 這樣用壓的話 趕快去買好嗎 好接下來我買了一個這個是 它是小中品的 叫做升級版嗎還是什麼的 就是也是台灣好多youtuber推到爆 只是我覺得它這一罐真的有夠小 感覺很快就用完了 這個東西我還沒有開始用 我不知道有沒有比較便宜啦 因為現在澳幣真的是 好低好低好低 澳幣對台幣只要21耶 剛來澳洲玩的人 現在這個澳幣1比21 真的是超划算我跟你們說 我還有在去城市買了這個 阿里的防曬我一直都蠻喜歡的 那只是這一次看到它是有這個櫻花的 可能就家裡的櫻花的味道 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他們家的防曬 我這次第一次在台灣逛松本清耶 在日本逛藥妝店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是看不懂的 大部分都是你知道 有一點點靠直覺或去猜測 這次在台灣松本清 每一個產品都解釋得好清楚喔 不用去猜 感覺真的好好喔 只是它的價格啊 在某些東西上面 價格真的是差好多 這個東西啊 在台灣松本清賣的價格 在日本的快三倍這麼高耶 有PA4個加 然後它是SPF50 所以早上我都直接用它 就塗多一點取代我的乳液 跟我的防曬一起用 我們懶人非常適合 這個東西我好喜歡 我覺得它的質地也很棒 而且咧 目前完全都沒有跟我底妝打架 所以這個東西我很推 只是在台灣松本清買好貴喔 去日本多買幾罐 然後我這一次啊 還買了很多個痘貼啊 以前痘痘貼我都是用3M的 用3M的這些啊 你可能晚上睡前貼五個吧 早上起來有一個在就已經卸天卸地了 這個曼秀雷敦極保制 極致保 你晚上睡覺前貼十個好了 你隔天起來有十個都完全在 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好好的黏在那 好棒喔 不然以前我用水眼 早上起來就是要開始找痘痘貼 把你晚上用的找回來 然後有時候會忘記自己貼了幾個 然後黏在頭髮上啊 黏在脖子啊 什麼之類的 這次我也在康市美買了這兩罐卸妝油 都是日本開架卸妝油 保濕卸妝油 水潤卸妝油 那這些東西我之後用了 如果有喜歡 可在空空賞啊 或是近期最愛等等 再來跟你們分享 好接下來 這個是去光水 我也很臭 它還有一點點香香的味道 我已經自己用過兩罐了吧 這一大罐非常便宜 很好用 不會很刺鼻 然後卸得非常乾淨 很推薦喔 這個叫做 COSE的Mild enamel remover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這個愛心的形狀 在遇到日本的那一款 很有名的眼唇卸妝衣 那一罐卸妝衣以前啊 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卸妝衣 是這一個 密尼的 只是這個密尼的 我是在澳洲找不到 在日本也找不到 只能在台灣找到 我以為它挺慘的耶 我覺得它這個粉紅色衣非常可愛 它很好寫 之前看到有人做評比的時候說 這個粉紅色會有點殘餘嗎 我是沒有發生這個狀況 這個東西啊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從台灣帶回來 我已經用了N罐了 我非常喜歡它 而且它不熏眼 又便宜 效果非常好 你們可以去比價看看 藍色那一罐 或是這一罐哪一個價錢 比較便宜就買哪一罐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接下來是這一個 生活必需品 澳洲的牙線棒 非常難用 你們應該知道 外國人很喜歡用那種線 然後這樣子 吐吐吐吐吐 我覺得我要用到後面的牙齒 用那個東西 然後把我手放進去 嘴巴都快要被撐破了 那這個薛戀的牙線 它裡面會給你一個 小透明的小盒子 然後那個盒子咧 可以裝個大概 六個左右的牙線棒 就是可以放你自己 隨身包包出去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 這個頭啊 它這邊做得很好 而且它這個大小 非常適合 在牙齒裡面這樣子推 接下來我買了一個是這個 也是一個化妝棉 這也是在Sansom本清買的 就是行李箱還夠放 就帶回來了 然後我這次有買一個新的行李箱 Sansom奶就是 新秀麗嗎 在台灣 只是Sansom奶在台灣買好貴喔 貴死了 在澳洲買便宜非常多 我真的是 算了我行李箱中途退休 所以這是可思化妝棉 還有這個牌叫做 萬 幻彩保濕美肌皂 這個美肌皂啊 其實女人我最大裡面 就是常常講保養的一個老師 她有推薦過 那這一顆 是那三顆裡面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另外兩顆是去角質 沒有辦法天天使用 它味道真的很好聞 而且洗完身體真的很保濕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會跟我媽說 欸媽那個肥皂好好用 我再多去買幾顆 就是如果你有在物色香皂的話 我覺得這一顆真的很好用 這個啊 它叫做超透氣味什麼 叫做艾康 它是會涼涼的那種 發現它是大陸之之後欸 不敢用 但是還是帶回來了 好接下來 這是一個盒子 這個啊 它是叫做LB Tokyo的三用眉筆 這支眉筆很好用 對我來說 它跟Excel的眉筆就是 互相抗衡 可能在比Excel在高一點點 那麼一咪咪的好用 但是我覺得它們兩個 完全就是靠價格 直接就是價格在生出來 哇我的天啊 它用超快欸 我從台灣回來 用不到一個月 每天用喔 也沒有到每天啊 才大概用不到一個月 這顆眉筆就沒了耶 真的是消耗性也太高了吧 另外一個眉筆 這也是從本清裡面買的 這個眉筆叫做Heavy Rotation 它是Kiss Me 然後Heavy Rotation Kiss Me它是一個牌子 Heavy Rotation是它某個系列嗎 因為Heavy Rotation像我很喜歡用 對Kiss Me的那個眉膠 它也是叫做Heavy Rotation 那種之類的 這個東西我也是 在從本清試用了一下在手上 覺得還不錯 還沒有使用過 之後使用喜歡 再跟大家講 然後我這一次在無印良品的店 裡面也買了這個 攜帶式的睫毛夾 聽說這個非常好用 還有我買了一個 小凱老師的 零負擔眼唇卸妝液 因為咧小凱老師 不是小凱老師啦 Kevin老師啦 吃進 目前用起來 我覺得OK 它比較小 比較好攜帶 接下來是吃的 是一個紅色的芭蠟乾 它非常好吃 再不甜一點我會更喜歡 它的嚼勁剛剛好 它的甜度再降一點點我會更喜歡 很少紅芭蠟乾 在市面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會想要吃這個東西 可是我爸我媽我弟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我媽就是準備了非常多包給我帶回來 吃我的嘴餐 欸不對啊 我跟你們說我下個禮拜要進行一個叫做BANANA DIET 它是比較激烈的一個DIET 就是一個禮拜只吃香蕉 我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 它說十天都只吃香蕉可以瘦十公斤 但是我只要做一個禮拜 不然聖誕節就來了 聖誕節一直吃著香蕉 我就覺得實在是自己太悲慘了 祝我成功啊 好接下來 小型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嘴巴會臭 它們又很喜歡親你 但是嘴巴又會臭 這個我是在星光三月 買那個行李箱的時候看到的 我不是很懂說這些所有成分 是不是都對狗狗很好 然後我買了兩盒 我只要灑上它 在一般的飼料裡面 我家不愛吃飯的兒子 Rio小利歐 立刻吃光光 所以這個東西咧 就算它可能裡面有一些成分 可能沒有這麼健康好不好 我還是非常非常感謝它 不然我要一顆一顆餵它都不見得要吃 那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A B I B 這樣子拿出來一包一包的 那這一包啊 它說迷你犬1-5公斤 就是一日一包就夠了 用完之後嘴巴有沒有比較香 恩...到還好耶 那就是口腔保養 不是口腔清新吧 接下來是這個東西啊 我正在免稅機場的時候啊 買了很多保養品給我媽 因為以前 我自己沒有賺錢的時候 保養品都是我媽買給我的 我媽用了很多亞絲藍帶 所以我這次想說 看到藍蔻的 大瑪士格玫瑰那一系 就是它灌的金色看起來非常高級 我就買了那一整組給我媽 然後它就有送這個 比較小樣 說小樣也不小樣啦 它這個是日霜 有15ml 然後它還有化妝水的量也很夠 然後還有一個眼霜 還有一個精華液 然後還有一個 晚霜 我就想說 一整組很大都給我媽 那這個因為它比較貴嘛 所以我就來用用看 它這個比較小型的 這一組用用看 一定對我來說很貴 好啦我終於講完了 我這次啊 語速比較快 如果我沒有講到產品的心得 你們想知道的話 都歡迎你們留言在下面 我都會很快回給你 因為我的留言數並不多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之後再離開 我的頻道裡面就會講 購物 開箱 產品使用心得 跟美妝 還有一些旅遊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它的名叫SOLA 它是一個 邊境牧羊犬 但是通常人家就是 毛是直的 它是一隻捲毛 金色的邊境牧羊犬 它們個性超好的欸 然後就是會願意跟那種 這麼小的狗狗玩 SOLA 恩 Good boy 我剛剛拍影片的時候 它們都沒有來找我 現在拍完影片之後 它們才都醒來了 還不錯 好啦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